捍衛縣民健康 保障豬農全力 所有人都要站出來空虞 空虞就是你今天綽衛文總統 你為了一個行政命令 你就可以不用上流法醫生 你就可以決定這個 所以說在這裡黨團會議 投入大家 我們中華官一同也大官 先生小姐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中國國民黨黨團 在這裡召開這個記者會 主要是要捍衛我們縣民的健康 還要保障我們豬農的權利 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個總統說 在元月一號開始 我們就要開放美豬進口 過去過期的時候他們怎麼說 現在怎麼還要讓美豬進口 弄得全國我們的老百姓 大家心裡非常的不安 而且我們彰化縣在103年的時候 就通過持平安全管制的自治條例 並在105年和106年 我們就二度修正制定 這完全是順時而為的工作 並沒有吐槽中央的做法 那時工背景不一樣嗎 我覺得沒有不一樣 當時他們要求的10PPM 現在我們也沒有特別做這一方面 到底是他們貴體 是不是換位子就換腦袋 過去民進黨人士 或是他們的立委 現在都在反對的那些人 現在都當了部長 當了院長 甚至當了縣市長 難道換的位子就換腦袋嗎 我們覺得政治是一種道德良心 希望說職政者能夠真正 顧全到我們老百姓的健康 就我們反對 像今天看我們媒體自治在報 說外國政口 美國政口的五年 沒有導致 因為他怎麼沒有導致 他說我們一禮拜 幾、兩禮拜 這個牛跟我們第一次 我們有導致的便宜了 為什麼呢 但是你們說這麼厲害 包括第一他也知道 唐富他也知道 剛才我才看到新聞 你今天要討論 你今天要討論我們老百姓 會安全 對彰化憲民的健康 保障我們農民 我們的豬農的權益 對彰化憲民的健康 保衛我們豬農的權益 我相信我們今天 去這個記者會 拒絕萊克多巴胺 我們都知道 民進黨政府 當初他們反對 就是萊克多巴胺 我們不可以 一定要控制我們20 10PPM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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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們怕那些 開放之後 你看看 他們希望 10PPM以下都可以 但是我們今天 要重申 就是說 我們要拒絕 要零檢出 攤位我們彰化憲民的健康 當時他們就這樣說 零檢出 所以說 我們現在不行 因為他們這件 之後 就整個 一改一改再改了 所以我們今天開這個 拒絕會 我們拒絕 我們的瘦肉精進口 我們要顧健康 聚美豬 顧健康 聚美豬進口 我在這裡 要忽悠我們所有共和民 甚至 我們這些 市地的這些農民 他們都可以 出來 反對 我們都會全力支持 匪夷所思 中央立法 衝擊地方 也只有現在的政府做得到 當初為了反對而反對 不會顧著整體的意義來考量 而忽略犧牲了全民的權益 張奧縣政府 105年 106年 修正地方知識條例 針對 所有豬肉類產品 不得檢除有乙型 瘦體素 就是所謂的 瘦肉精 在這種的健康法 其實我們在這裡 就有條例 所有的產品 不得有瘦肉精的情況 可是 無奈我們中央政策 這個 居然 通過了 在我們 蔡英文大總統的 發布之下 美竹美牛 貿然 一個行政命令 當初是 我們的 馬英九總統 要會煩惱 僵貼因素 所以上岸就在他們 現在的政府 乾脆不言 令人傻眼 沒有一個配套措施 就貿然而盡 忽視了全民的健康 在這裡 抗議 彰化憲英文黨團 也要呼籲所有彰化憲民 不只聚埋 也要抗議 非常惡実 非常惡実 另外 要跟大家拜託 我們所有彰化憲民 絕對不要去吃什麼瘦肉精 對人體絕對有憨 憨慰憲民健康 保障豬農全力 憨慰憲民健康 保障豬農全力 健康